大家好 这一期打算做一个实验 就是用两个猪顶红种球 用不同的方法来栽种 看看到后期到底是哪一颗猪顶红 长的品质更高 效果更好 我给大家测试的方法 这一盆用的是蚯蚓粪 中间这一段全部是蚯蚓粪 底部是珍珠园 作为透水 上面是核砂 因为核砂比较容易诱发它长一些新根出来 那么这一段全部是蚯蚓粪 看看它的后期根系长得怎么样 开花的效果怎么样 这一颗的话 我打算用的是羊粪 就是这种发酵好的干羊粪 这种羊粪的话相对肥力就充足一点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中间给它放上一段羊粪 以后再给它加入一点沙子 再把这个株底红种球将它放进来 然后再填又一点沙子 羊粪它的肥力比较足 但是它里面的氨基酸含量就会相对少一点 羊粪的有机制也会相对多 对于一种木本花卉 比较喜大肥的花卉来使用 非常适合 那么像这一颗用的这些蚯蚓粪肥的话 它里面的氨基酸含量就相对高一点 它的肥效就比较缓慢一点 有机制也会相对的少一点 所以说这一种蚯蚓粪肥 非常适合一些草本花卉来使用 那么这两颗猪顶红 现在它的根还没长出来 过一段时间 根长出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两种肥的效果 当然了 这个测试还不能马上见效果 还需要过一段时间 需要耐心的等待 那么花友们觉得哪一颗猪顶红 它会生长得更加的旺盛 开花更加的漂亮呢 也欢迎花友们分享自己的看法 好了 过段时间 等这个效果出来 我一定会给大家拿出来 分享一个结果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